大家好,又是我老華僑CF 來到日本東北之旅的最後一天 廢話不多說 之前去過秋田縣的世界遺產白神山地 這集會探索在青森縣 之後回去宏前 食用當地盛產的蘋果來做的蘋果批 然後順便看有名的宏前成天手 但不知為何看來看去都好像怪怪的 接著去青森市中心一些遊客一定要到的地方 最後就食當地的B級知名美食作為晚餐 希望大家繼續留言分享和訂閱這個頻道 去青森縣那邊的白神山地 我是乘搭宏前巴士的暗門白神號 早上8點51分在宏前火車站前的6號巴士站開出 巴士不是每個月份都有 所以注意運行一期 資料我會放在資訊欄 大概一個半小時的車程 就會到達Aqua Green Village Enmon這個地方 先說一下我的回程巴士路線 我是乘坐正午12點 在原地開出的暗門白神號 在12點40分到達西木屋邨逆場前這個站 接駁12點45分的普通巴士回到黃前站 青森縣那邊的白神山地 對一般遊客來說有兩個主要景點 分別是暗門瀑布和山毛舉林山報道 暗門瀑布分成三個階段 大概要走三個小時 好像還要申請 為何我會說是好似 因為我去的期間 通往暗門瀑布的報道 在進行維修工程 所以封了路 雖然出發前做資料搜集時已經知道 但親眼看到告示牌那麼多交叉 我還是有點失望 Well, Life must go on 而且沙毛舉林山報道都有它的魅力 因為它是位於列入世界遺產的名錄地區之內 由巴士站出發 大約5分鐘就會抵達這個步道的入口 旁邊還有天然泉水可以飲用 聽說這裏的泉水是由舉木林花了大約100年的時間去淨化 這條步道有大約1公里或者2公里的路線可以選擇 而且還可以合併為一條約3公里的路線 相比12湖那邊的報道 這一邊的山毛舉林山報道有比較多的上斜坡和下斜坡的段落 但亦非常適合初級者 畫面上可能大家都會覺得 兩邊都差不多了 都是綠色的樹、青苔、河流 但親身置身其中 尤其是走在由多年堆積的山毛舉林樹葉組成的土地上 聽著流水聲和風吹過樹葉遙動的聲音 就能夠感受到大自然遼雨的快樂 離開八神山地 我就回到弘前市中心 弘前市是日本蘋果產量第一的城市 所以就算我個人不太喜歡吃蘋果 至少都要吃一個蘋果批 在弘前城附近有很多傳統的日式建築和西洋館建築 在這個舊市立圖書館旁邊的舊外國人教師館裏 裡面有一間復古裝修的咖啡店供應蘋果批 我選了這個蘋果批 裡面有蘋果批 蘋果雪巴和蘋果果子 這個蘋果批是用榮皇雅的蘋果來製造的 蘋果煮得晶瑩通透而且不太死甜 好味道 在這個舊外國人教師館外面 有很多在弘前市舊建築的迷你模型 如果沒有時間參觀實物的話 可以在這裡快速走一轉 吃完蘋果批 我就趕著在日落之前參觀這個弘前城天守閣 弘前公園果然是廣闊舒適 我由南城門進入 在關閉前30分鐘給了數百日圓 然後四處去找這個弘前城天守閣 我就四處去找 但都看不到一個比較有氣勢的建築物 難道是這個? 不可能就這樣放在地上吧 於是我就再次沿著這個指示走上一個木造的觀看台 看到一個石台 但為什麼上面什麼都沒有? 原來天守閣的石台維修中 沒錯 他是把整個天守從這裡 搬過來這裡暫住 原來真是剛剛經過過一個 這個矮了一節的天守閣 我突然間就變得更加可愛 第二天早上我離開弘前市前往青森市 時間不夠就先去一些遊客必到的地方 A Factory 真是懶人如我的救星 就在青森站的旁邊 裡面大部分和蘋果有關的手信都可以在這裡買得到 完全不需要用腦 超方便 而旁邊的瑞摩之家 介紹的就是青森瑞摩祭的歷史 裡面還展覽了很多為了瑞摩祭而造的大型瑞摩燈籠 這些大型瑞摩燈籠是會在瑞摩祭巡遊的時候出場的 我去青森的時間就撞不到這個瑞摩祭 但是場館裡面仍然有活動給遊客去感受巡迴的時候的氣氛 而我的朋友日本外勞A小姐剛好就在8月的時候去了青森 拍了幾秒2023瑞摩祭的巡遊花絮給我 在日本東北的最後晚餐 我就選擇去了 淺利吃這個味噌咖喱牛魚拉麵 我在開店前5分鐘就已經到了 門口已經有很多人在排隊 店舖面積不大 幸好只等了10-20分鐘 950日圓一碗拉麵 所以是B級美食中擁有超高人氣 聽說這款拉麵是淺利他們發明的 然後就在日本其他地方開始流行起來 初初我都很懷疑這三種不同的口味混在一起會不會感覺怪怪的 但結果出奇協調 咖喱味就是咖喱薯片的味道 湯底濃郁 再加上那份牛油 Oh my god 你看看 我很少吃拉麵會把湯底喝光 日本東北之旅就到此為止 但還有一條片是關於東京的飲飲食食 下條片再見 拜拜 拜拜 吐咖喱薯片的甜點